这项羽真厉害,暴打马超54秒轻松拿一穴 这样的队友真让我生气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小龙,我又来了 这一局是王者20多星的排位赛 有小伙伴们说项羽打不过马超 那这一把就遇上了 在小龙觉得马超很好打 为什么说有的人小伙伴们说项羽不好打马超呢 因为马超这个英雄他的机动性很高的 所以说要求项羽基本功必须得扎实啊 一技能推得得准,知道吧 好,这边双方抢二级 他没有快,那是肯定的,往回推 二技能A一刀,他不敢抢了啊 他这样走是最合理的办法 如果他贪心还想抢的话,那他就没了 假装打合线 好,一技能预判 肯定中啊,二技能A一刀一个中间 225金币,53秒直接拉下一血 对吧,打马超还不是有手就行吗 打马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一技能的命中率必须得高啊 首先你得学会先了解马超这个英雄 你才好针对他 像马超,他一般喜欢丢枪的位置 知道吧,他会过去捡这个枪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先不说,先不说 这边,中路这边躁云入侵野区 但是中路这边有两个残鞋 我想去抓这个中路这两个人 但是他们两个人跑了 我又回头啊,找这个赵云 但是发现啊 一推过来,他肯定会跳下去 我就知道,马超开着急跑 你只有三级,你干什么呢 打马超有一个细节 就是他捡枪的位置啊 那是必中的,你用一技能推 对吧 你玩对抗路 你必须得找他们每个英雄的一些缺点 对吧 针对 好,这边预判 看这一波,逼走位 没推到,没关系 二技能挂上减收 但是猴子他不来 他直接掌我的兵线 我的个天老爷啊 兄弟啊 他还没到四,好惨啊 两分钟我们这边已经损失了两个人了 难道这一把又要逆风开局吗 这边猴子在偷龙 当着流散的面偷龙 但是钟路我怕打起来 我推赢阵 但是在塔下就算了 放他一马 这一边钟路有三个人 他们啊 我们也都在钟路 我这边游走过来 我的兵线呢 这就很伤啊 这最少要掉两个兵线 大家看小地图啊 这个法师在那干什么呢 掉线了吗 但是钟路那边打起来了 你去动一下 滋软一下队友啊 兄弟 你这样搞的话就 二连击破 非常棒棒的 挂机了 这要多多少少有点尴尬呀 哎呀 他怎么又动 他又动了 你看 队友一死 他又动了 那咱这边还出去送了一个人头 这搞什么飞机呀 不是吧 这不就崩了吗 两分钟 三分钟不到 我方已经损失五个人头了 然后这边猴子 这个他守不得呀 守不得呀 就我和猴子两个人 其实说实话 这一把我能报答马超 但是啊 出现了特殊情况 咱就必须得 不能脑跟对抗路了 必须得游走起来了 赵云 牛扇都在下路 他们可能想抓这个马可 但是这个 马超看我下去了 他直接要带我的兵线在上路 然后中路的高建泥又没了 你看看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人搞什么飞机呀 这是在呀 昨天有一个人啊 抢对抗路 跟我搞心态 今天又不会又又 这个人又是搞心态的嘛 马超 我推啊 没挑到他 说他命好 然后银针这边 规避式 规避伤害 贴墙 注意贴墙大招啊 贴墙大招 AE刀 一技能推 在AE的二技能 一个终结 直接极限反杀 阿拉夏 然后赵云这边 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看到没有 这不就是轻轻松松 就打爆马超吗 有的小伙伴们说 不好打马超啊 我觉得很好打呀 在我说话的功夫啊 这个 中路又死了一次 什么意思呀 我就问了一嘴 我说法师你在搞什么 你到底是挂机了 还是怎么的 你跟他经济别辅助 还有银铃钢四 你这么搞 这这这 对吧 要么你就挂机去吧 你这么送 是什么意思呀 大早上的啊 就这么搞心态 真的是啊 那边又打起来 哎呦啊 他回答我了 不支援怪我 我的天呐 我从头 我现在兄弟们 才四分钟 我四分钟 你知道我下去多少次吗 去中路 去下路游走 他居然说 我不自然怪我 然后你就这样吗 我这这这 兄弟们 我都不知道 我哪得罪他了啊 然后就这么摆烂 是吧 就不好好搞不好玩 搞人心态啊 我还以为他是雕线挂机 原来是故意的呀 这个人 这怎么回事啊 上一 昨天也是有一把这个 对抢对抗路 搞搞事情 今天又有一个法师 这边 哎呦 我走了 不帮他挡了 让他死吧 反正已经死了 试死了 多死一次 这也没有关系的 然后我放这摇 嗯 说打不了了 就别耽误时间了 真的是搞心态呀 兄弟们啊 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呢 本来前期打得挺好的呀 对不对 他莫名其妙就来了一句 不帮他支援 好 这边先杀一下 升上香 我一个极限大招收掉 收掉之后 马可这边跟上连住连住 等下一个一技能推 收掉对方辅助 然后这边 这高剑林 你看你看 他感觉是不太会呀 兄弟啊 你这样追的死人吗 兄弟 要被单杀了 还好马可过去救他 不然他又要死了 我感觉他是不会玩 还是甩错英雄了 然后故意说 我们不去支援他 找个借口 就说 不去支援他 怎么的怎么的 他可能就真的是 不会玩这个英雄 我发现 这游戏环境 真的这么恶念了吗 现在 这是王子二十多星的局 兄弟们 这不是说青铜局 还不如 我发现这个王子段位 一旦高了之后 还不如有些钻石玩家 还有星亚玩家 人家最起码认真玩 这个游戏 不会说 一遇到一点小事情 就会不开戏 然后就开始摆烂 就不好玩了 就跟谁欠他钱 似的家伙 这叫什么 公主气 公主病 是不是跟家 谁都惯着你 谁都宠着你 跟游戏也得宠着你是吧 一点不愉快 就挂机 不行 太神奇了 大早上的气死我了 但是出去一定要举报 这个家伙 本来好好的节奏 前期我真的是压制马超 都单杀他了 对吧 然后游走中路 我这节奏比较好 到现在一次没有死过 由于他 然后导致队友 其他四个人都不行 马可还行 这一把 对吧 赵云来 我帮你顶墙上马可 输出他 贴墙 一个终结 带走一个 一个大招 全部排残 然后我这边没了 这边 这边我帮队友 扛了陈敦的伤害 打出了陈敦的伤害 但是你看 那五方的法师 干啥去了 都打到高地了 我们打团 他带线 我们带线 他打团 你看我们死了 这个时候 收了一个残血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你不是说 不想玩了吗 那你就挂机 你这又玩起来 是什么意思 我有的是 就烦这种人 一开始 这一把 还有机会的时候 他不好好玩 非得等到 没有机会了 都各种守高地了 那就开始 好好玩了 这就展现 自己的实际 水平到了 似的 这种人 是最恶心的 知道吗 他就是等到 把你们队友 全部搞到大逆风 跟他一样的逆风 对吧 本来可能就 中路他一个人逆风 对吧 就因为他老被人杀 然后就找 找各种理由 说人家 说队友不帮他 然后他就各种演 各种搞事情 各种摆烂 搞着搞着 你们队友都逆风了 我开心了 我心情好了 那我好好玩吧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好好玩 弥补不了了 很容易就 基本上就要输了 好 这边 咱四个人一起走吧 这个中午艳 咱不想管他 这个人 有点问题 你看 他要没了 你看这 他一个人 他打对方四个人 看见没有 我们人都离那么远 直接开大招上 这样正常人的反应的话 是不是就直接跑了 他直接出去开大招 我不知道是谁 给他的勇气 哎呀 这么玩的话 我感觉要没了 真的 你要说是钻石新药局 有这么一个人 可能还能带着飞 带能带飞 但是这种局的话 你如果说少一个人 这么演 这么摆烂的话 很难赢 好 这边马可 不要上头了 这边中路没塔 兵线不行 必须得回防 马可这一波也是 真的是看不懂 很明显 中路这不行了 还要追人家干啥 人也不起 这边猴子上了 我想找机会 找机会切这个银阵 我这边挑到 二技能 一个大招 打成半鞋 打成残鞋 这一边 你看到没 这高剑你有什么用 兄弟 玩这个游戏 感觉要把我给气死了 真的 你看又被人家射手给杀了 虽然说 遇到过这种队友 实属就是运气不好 但是我们四个人对吧 还是能看得出来 是在用心在玩这个游戏 咱也不能放弃 猴子这边又没了 说话了功夫 然后这边 这一把可能要靠 要靠马可了 因为马可身上有个窑 知道吧 这边守一下 这个上路高地 这个孙上 我想杀他 但是刚刚没有大招 算了 回去补一个状态 不能冒险了 这在冒险 我一死的话 可能就一波了 10分钟打到我方高地 我也是真的是醉了 你看对方一点机会不给 能摸一下塔 就摸一下塔 你看这个牛扇 你身上像冰线一到 就来点塔 像这种局的话 你打得不好 可能都会输掉 何况啊 有这么一个人 你看开大招就冲出去了 唉 我都笑了 兄弟们 真的 这把马可有摇啊 还行 所以说这边 想突破的话 必须得跟着马可 猴子 我们四个人一起走 然后跟着这个法师走 不太安全啊 他随时可能会摆烂你 知道吧 好 这边 预判推到三四个 以一个大招传不打残 普通攻击收掉对方射手 怎么说 这一波再推牛一手 A的二技能一个终结 再拿下马可 那个马可叔叔了 拿掉那个马超 兄弟们 这一波直接杀掉他们两个人啊 他们瞬间死掉三个 但是你看到没有 没有兵线 没有用 这一波团阵 虽然打赢了 可能就增加点经济 其他的什么作用都没有啊 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算了 猴子在那拿龙啊 主要是威慑一下他 好 这一边啊 这一边高竭泥在上路有兵线 往那边靠 猴子还在拿 猴子还在拿 先不要管猴子 他们肯定不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猴子在透龙 知道吧 所以咱这边跟着马可一块走就行 马可兄弟你要稳啊 你这一把要不稳就没了 真的 好 这边兵线进去 先把上路高地拿掉吧 上路高地拿掉 你看这高建林又上了 对方四个人啊 那猴子也是 你跟他上什么呀 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真的 马可快赶紧走 赶紧走 别的牛肉了 走不掉了 赶紧回来 中路高地已经没了 牛扇直接来突塔了 哎呀 我说能不能等人骑一带团 那很明显打不了啊 中路刚刚那一波 这猴子也是 这边只能 只能拖啊 等队友复活 我的天哪 我刚准备说 你看我这个伤害 真的是无敌 兄弟们 可赖和队友不争气 我刚刚说 拖住啊 这个马可就被人杀了 你拿这么经济也没有用啊 猴子这边复活 也没有于事无补了 兄弟们 现在这游戏真的太难打了 我决定我要玩小号去了 感谢高建尼 让对方拿下这次胜利 最强王者22型金牌坦克 12.9的评分 打了33.2%的输出 MVP理所当然了 这肯定反手就是一波举报啊 故意送死 对吧 并非打得好 扣了4分 兄弟们 我真的是太难了 来玩小号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